我说你这个孩子 你怎么搞的 这东西很贵的 再说没有它 你就听不见我讲话了 知道吧 你不带这个东西 你就听不到我讲话了 看见姥姥 现在听到姥姥讲话了吧 对啊 你不能这样的 你没有这个耳窝 你就听不见姥姥讲话了 知道吗 你就听不见人家讲话了 我不想听爸爸和妈妈吵架 我知道 我听到 好了 你不用送了 嗯 好 您留住吧 好 光明 怎么把你也叫来了 我叫他来的 我想跟你们好好地聊一聊 你没事吧 妈 咳这么严重 没去医院看一看 没关系 吃了药了 一到天冷了 我毛病就会犯 你说我 怎么说呢 孩子自从带了耳窝 婷婷适应能力很好 也愿意主动跟别人说话 有的时候上课呢 还能主动举手回答问题 这肯定是跟姥姥平时在家 帮忙辅导是有关系的 但是我发现 孩子最近越来越不对劲 上课魂不守舍 心不在焉的样子 所以我 把你们叫来想问一下 是不是家里 最近出了什么事啊 没什么事 刚才不跟您说了吗 没出什么事 今天还是一样的 下课的时候呢 我检查了一下孩子的耳窝 我发现是关闭的状态 我说怎么上课魂不守舍呢 他根本就没有听 我说了 天天啊 爸爸说话你能听见吗 能听听爸爸说话 你要回答爸爸 跟爸爸说你能听得见 天天啊 你到底怎么了 前两天爸不是还带你去学诗 去背诗吗 怎么现在连话都不说了 妈 你先走吧 我带你天天回去住两天 算了 别再折腾了 孩子都不乐意 带你去 那你先跟姥姥回去 爸爸去找个朋友 过来他带你去医院 再去检查一下 那走吧 今天啊 刚在路上爸爸跟你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以后你要多跟人说话 多跟姥姥说话 上课的时候 老是在上面讲课 不许再摘掉你的耳窝 为了买这个耳窝 你想想看 爸爸要加多少次班呢 妈妈要在外头 多唱几首歌呀 他们现在吵架了 你感到很失望 很委屈 但是他们依旧是爱你的 他们爱你 就像姥姥爱你一样 甚至超过姥姥 你信不信啊 好孩子 我们全家人都是爱你的